10万有你 20万也不是问题 10月4号 上礼拜三 台北股市的一个下沙 哇当天大跌了180点 并且再度的一个回这16000 200点的一个景象位置区 当很多人在恐慌害怕的一个时候 大兄就告诉大家什么 我说利空碎链底部 台股有大人在照顾 千万把握Q4 爆赚的机会 有没有 各位天然的同志朋友 你可以回顾一下 在上礼拜的时候 大兄是不是这样跟他讲的 结果你可以看到 才短短4天的一个时间 才短短4天的一个时间 今天的一个指数 已经大涨来到多少 16825点 你没有听错 你没有听错 我就告诉大家双十节后啊 准备四季啊 飞军北上啊 一切都敢讲在前面 你可以看到台股联事天啊 大涨552点上来 完全印证 完全掌握 有准没准 由你来定义啊 如果你认同啊 大兄啊 的一个分析啊 以及见解啊 也欢迎大家举手之劳啊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影片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或想知道的一个更多 也欢迎各位啊 在底下 把你的看法 把你的问题 把它写下来 让大兄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也会针对各位问题啊 随时帮大家做完整的一个分析啊 跟分享啊 而随着今天的一个指数大涨上来 并一曲啊 突破站上的一个季线位置去之后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 精彩好戏还在后头 为什么精彩好戏还在后头 其实很简单啊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台北股市啊 更为漂亮的是什么 第一个不论是在整个的一个景气面啊 你可以看到啊 九月出口啊 终结的年十二黑啊 财政部啊 也说啊 你看九月年真的一个3.4% 那终结的一个年十二黑啊 Q4啊 渴望波云见日啊 那么为什么Q4渴望波云见日啊 那么财政部长的一个统计处啊 这个处长啊 蔡美娜也表示啊 他说啊 不管是从出口的一个货类啊 或者是还是市场啊 都有慢慢足底回稳的一个迹象啊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自通讯设备进口的一个规模 今年以来呈现逐月的一个上升啊 九月啊 月增的一个25.1% 那这个跟什么 跟AI的一个商机有关嘛 我就跟他说过了嘛 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这个PC释放的一个回升啊 宏基跟华硕啊 的一个营收啊 也同步的一个回温上来啊 然后再加上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Windows的一个12的一个助攻啊 那么微软明年可能会推出Windows的一个12的一个作业系统啊 所以搭配的一个英戴尔的一个新平台啊 并且强化相关的一个AI的一个功能啊 所以在新软硬体的一个更新之下 明年将渴望掀起一波什么 PC的一个换机槽 所以市交机构也预估啊 明年整个的一个PC换机槽啊 将渴望看正多少 看生死倍 AI的一个PC啊 明年将渴望怎么样 看生死倍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啊 联花科的一个营收啊 重返千亿元啊 那么联花科跟什么 跟手机的一个这个试况 是有所的一个关系啊 所以联花科的一个营收重返千亿元啊 超越财测的一个高标 它也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手机市场也逐步的一个这样 这个互数的一个上来啊 然后再加上什么 FED的一个频频的一个放割啊 那原本市场预期说 哇 以巴的一个这样 以巴的一个战事啊 可能会对于市场带来的一个相当大的震撼啊 这是很多人不了解的地方 你要知道啊 以色列跟巴基斯坦 两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役啊 差距悬殊啊 所以它的一个影响啊 几乎是有限啊 尤其在这一次啊 的一个以巴的一个冲突的一个过程当中 反而使得一个这样 原本的一个美国的联准会啊 的一个偏应的一个策略可能会转而转向啊 啊 那么根据自家哥啊的一个的一个交易所的一个工具预估啊 FED在11月跟12月立会啊 利率啊停留在原地的一个机率啊 各自为88%跟74% 也就是说整个的那个联准会升息这个周期可能就此收工 那这将渴望带动什么 包括美元指数的一个回落 包括美的一个公債子利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的一个下跌啊 也将有利于整个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这样 持续的一个回流的一个这样 亚洲新兴市长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天时地利人和啊 另外一支买盘啊 陆续回笼啊 配合年底跟法人作战行情的一个 行情的一个展开 那我问各位啊 后市行情会怎么走 我可以告诉大家 后市行情一定会涨精彩 一定会跌破许多专家眼镜 我不是现在才告诉你哦 我在16200点啊 在在双十节前啊 当时候市场最不看好的一个时候 相信全市场只有大胸敢事先预告 我告诉你利空税链底部台股16200点有人照 你可以看到现在来到16800多点的一切 都在我们的一个掌握之中 那么随着今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指数啊 突破正上的一个月线啊 季线站稳的一个季线之上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切才刚刚开始 一切才刚刚开始 只要你愿意一切都还来及 包括这个OTC的一个贵买指数啊 那么今天也怎样 同步的大涨上来啊 站稳的一个均线之上 并且更为漂亮是什么啊 但很多人啊 还在恐慌害怕之中啊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台北股市啊 却是有很多的一个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厂上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些都是你的一个机会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护国神山啊 护国神山的台积电 这也是啊 我们在之前啊 去年10月26日在低档啊 371到374啊 带着会员朋友 低阶布局大赚特赚的 一档的一个股票 然后这一次这个拉回 回车的一个516的一个支撑 的一个底部的一个支撑 指跌的一个气急的一个弧线啊 你可以看到随着一个股价的一个 的一个亮真大涨上来 尤其19号的一个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啊 在在法说会前夕啊 已经怎么样 率先什么样 率先发动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 底部指跌气急弧线啊 策略很简单 拉回偏多策略不便 如果你不晓得掌握 怎么掌握 你有兴趣啊 想要啊 来把握的一个 特别是对于一些 中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你想要来掌握的一个台积电啊 的一个拉回的一个 掌握家的一个 上市机会的投资朋友 你不晓得怎么来掌握 你来找大兄 大兄来助你一辈子力 那么再来你可以看到啊 其实台北股票市场上 许许多多的一个股票 哇真的是标翻天啊 包括我们的一个四星KY 你看我带会员朋友 所索定的四星KY 从930一路到今天 今天虚创新高 来到2910块 跟兴华再怎么样 股王的一个争霸战啊 你看光是这样一档的一个股票 波段的一个价差 大赚超过多少 212% 你没有听错啊 不要多 你只要一张一张 就可以让你赚进啊 198万 10兆就让你可以 开金赚进 1980万 而且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 波段单我仍然是续报 我一张都不卖 我一张都不卖 因为啊 整个的一个趋势 多方控盘格局不变嘛 吃多续赚不变 那么再来包括的一个 三二模组的一个双红 也是一样 从173一路赚到348.5 高档开心 握力放口袋之后 然后 短线的一个震荡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也告诉大家 我仍然是看好 它并没有改变 那么短线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整理 我问各位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买 各位见到投资本 你想想看啊 所以这个AI带动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散热 高散热的一个需求 尤其明年整个的一个散热 的一个高散热 要达到的一个700瓦到1000瓦 而唯一能够解决 这样的一个方案就是什么 就是一人室嘛 而一人室里面 最主要的有两档 一档就是什么 双红一档七红嘛 那双红七红 分别包括的一个气冷室 包括的一个一冷室 一个散热模组 而这个部分将带动 它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第四季 带动它的一个明年的营收 明年一个获利的爆发 的一个大成长 尤其你可以看到 水冷室的一个单一的 一个GPU的一个报价 高达2000到250美元 相较的一个3DVC 的一个70到80美元 要成长超过多少 超过的一个两倍 那这些都会带动 它的一个后市的一个业绩 后市的运营的一个 持续的一个看望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问你还可不可以买 我可以告诉大家 当然可以啊 怎么买 怎么来掌握 你不晓得怎么来掌握 你要找大胸 包括这个其佣也是一样 这些都是这一路以来 我们大概会没有 大赚特赚的股票 我相信只要你有熟性 我的一个节目 你应该都有目共睹 当然这档的一个股票 我高档我全数开心 或者换口袋 我没有叫大家去最高 但是如果有拉回的话 拉回什么地方 又会是一个难得 绝佳进场的好机会 我想这些你一定要知道 你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包括的一个 伺服器倒鬼的霸主 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 随着一个伺服器 这个AI的一个伺服器 带动整个倒鬼 需求的大幅的成长 过去我们从420 带货员朋友 先赚到什么 1060块 我相信 只要你有锁定我节目 大家应该都赚得 非常的开心 然后再次 随着止跌气息浮现 那么短线你可以看到 随着止跌气息浮现 短线怎么做 很简单策略 急涨不追 拉回找买点 买点你怎么样来做掌握 这一波的一个 这一波的一个窗户 这一波的一个 这一波的一个上场 有机会上看到什么地方 如果你不晓得的话 也欢迎跟我们取得联系 大兄来助你一辈子力 然后你可以看到 包括大兄跟他分享的 一个测用的一个PCB 我就跟他说过 今年的一个台北股市 有三大的一个主轴 你绝对不能够错过 第一个主轴就是AI 那么第二个主轴 就是车用的一个PCB 那第三个主轴 就是跟网通 网通又跟CPU 还有跟AI有所的一个 高速的传输有所连接 今年最主要主轴 就是三大主轴 这三大主轴 能将贯穿 今年的一个第四季 到明年的一个 明年的一个台股的 一个中流砥柱 所以你可以看到 车用PCB的一个电影头 这一波的一个标涨 你看 当你在担心害怕的时候 有多少的一个股票 哇标涨一倍 标涨两倍 几乎比比这四 那为什么这些的一个股票 能够标涨上来 我想这些都是 你要了解的一个重点 包括的一个 的一个 的一个 的一个竞篷也是一样 大兄送给大家竞篷 我待会没有锁定的竞篷 从三只头到多少 到四只头 相信大家应该都赚到了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多万扣蛮格局不变 持多续赚 就没有改变 就算包括的一个 长AI伺服器的广达 也是一样 广达昨天一根黑鸡棒 现在杀下来 我问各位结束了吗 哇 昨天的一个 9月份的一个营收公告 月减3.06% 年减18.62% 不如预期 昨天我在心想 哇 不如预期 那今天是不是 是不是我想很多人就会想 哇今天是不是一下子会开低 会大跌的一个5% 甚至 甚至会杀到的一个跌顶板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今天 他的一个表现能够 相对强势 还能够利索在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拼盘的个位置去 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在营收 昨天营收双减 但是利空之下 今天能够怎么样 展现相对的一个 抗跌的一个企图心 那代表是后市的行情将不容小觑 后市行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定会跌波许多专家的眼界 尤其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NVIDIA 这波NVIDIA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 一路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弹上涨上来 甚至市场的分析室 在加报的一个报告里面也写出 在整个加速的运算跟生存式AI为科技带来的一个根本的改变 这468.59在昨天最高 如果未来 这一个NVIDIA的股价 有机会上摊600块 甚至700块 那我问各位 广台要不要涨 广台会涨到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 快要不要涨 要不然做得到做得到真的差很多 你可以看到像广台我们怎样带会员朋友 的一个大专上来的 从200块第一趟赚到266.5 高档开心活力放口袋 第二趟从209赚到249 然后第三趟再从211赚到280.5 三趟累计的价差 合计达到176块 不要做得跟你高10丁就好 高10丁就让你可以开心转据多少 800多万 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第四趟的一个 第一阶锁定 那第四趟我也告诉大家 仙状价差这样波段 仙状价差这样波段 那么价差怎么做 那波段的一个目标 又渴望上看到什么地方 我想这些你都要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来掌握的话 真的要赶紧来找大师兄 尤其第四季随着一个选举 加缓的作战行情开跑 我就跟他说过了 每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行情 根据过去的一个历史统计 10月份几乎上涨几乎百分之百 我相信你今天你都看到了嘛 今天你都看到了嘛 上礼拜很多人还在担心害怕 但是你看这两天的一个台北股 是怎么样来上涨的 而且每年的一个 总统大选的一个行情 明年一月即将总统大选 那么政策一波接着一波 那么现在的一个行情 才刚开始软身起跑 才刚开始软身起跑 就已经有很多的一个股票 接续的一个 接着一档的一个标翻天 你可以看到啊 包括的一个光通讯模组的一个前提 你看这一波怎么标的 从三四头标到今天七四头 哇大涨将近又将近一倍 你可以发现到啊 指数最近在做一个这样 回测一万六千两百点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探底的 一个反弹过程当中 但是很多的股票标涨五成一倍的 几乎比比皆是 你可以看到光通讯的一个 这个天性 搭上的一个这样 搭上的一个整个的CPU 跟AI的一个热潮啊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怎么样的一个大涨上来的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AI的一个 的一个晶片组的一个系统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啊 九月营收爆增啊 也是搭上AI去世的热潮 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的一个系统怎么样标涨上来的 从一次头标到今天啊 涨停板 哇足足标涨超过多少 1.7倍 再来包括的一个显卡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立台也是一样 也是搭上的一个AI的一个列车 你看从三字头 哇触底反弹上来 才短短几天的时间 飙涨超过四成 那么甚至包括的一个这样 微波复合的一个 危险的天线的一个驾帮 这也是我们在之前 带会朋友开心大赚的一档股票 你看 这一波的一个驾帮 这一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弹 从四字头一路到今天来到69块半 哇光是这一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上涨 也都超过多少 都超过五成 那么甚至再到AM汽车 零组件的一个东洋也是一样 从五字头一路飙涨上来到 今天的一个八字头 哇超过多少 超过七成 甚至二素酸的一个纤维数 做烟草公司的纤维数 之前是一百多块 如果说从这一次 从511块 到今天来到1180块 你看这一波的大涨 又超过多少 又超过130%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未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非常的多 大兄也会一档接着一档 帮大家来掌握 就像呢 大兄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高丽人生 我就告诉大家 唐代的一个宦官 最有群势的宦官 高丽人生高丽 我相信很多人都猜到了 你看 今天的一个高丽 今天就是亮灯涨停板 大兄一切都敢讲在前面 今天就是亮灯涨停板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 这档的一个股票 当时我拉回来 很多人看翻 我就告诉大家 AI家人员 双引擎启动 云运爆发 成长潜力十足 你可以看到回来 是不是就是你的机会 死铁七七弧弧线 双脚打底完成 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我们就不落说 我们带会员朋友来锁定 虽然我没有买在最低点 我买在303 305 306 但是今天来到多少 来到320块 除非你买在的一个400多块 当然你到现在 你只有等解套的一个份 但是如果你跟着大兄 你买在的一个相对低档战 我相信你今天你都怎样 能够开心赚钱 那么重点来了 像高丽 人生这样 在低档打底 完成准备叙事待花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 大兄都要大家传好 如果说你有想要跟着大兄 一起同步掌握的一个好朋友 你今天只要加入 Nine Enter或Telegram 或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但是你记得你加入Nine Enter的时候 你直接私讯给大兄 但是记得留下你的姓名跟连络电话 让大兄可以找到你的人 下一档全新底部的一个主力起掌标股 高丽人生 明天盘中第一时间 跟大家 无事分享 想要跟着大兄同步掌握的一个好朋友 来QR 赶快赶忙一下 只要成为大兄的一个好朋友 好事就是会发生 比如说像这一档长江一号的一个股票 绝版六四头的一个D77的转机股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也是社会的一个企业的转型 对于整个的一个AI 包括多余的管理 运用需求相当的一个强劲 而公司也积极 在深耕的一个云端的一个系统 那么同时因应的一个 深层式AI的一个进入的三转 并且跟台湾的人工的一个智慧的实验室 签署代理的合作 从深层式AI智慧医疗的一个领域出 更结合的一个怎样 原以代理品牌 NVIDIA资源完整的一个企业 的一个算力的资源 微软的一个在AI服务 跟大数据应用等等 展开深层式AI不同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应用 打造企业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态系 而且更漂亮的是什么 指标器器弧线 稳步盘先上涨 一切才刚刚开始 我可以告诉大家 像这类在底部起涨的一个主力标股 才还很多啊 想要跟上的一个好朋友来 你今天只要加入标股心灵地 来人的或提到过 你可以透过来人的 直接私讯给大师兄 那当明天机会浮现的时候 大兄第一个通知你 大兄第一个通知你 但是因为 因为的一个这样 因为真的人手有限 那我们就限一百份了 一百名了 那如果说你想要跟上的一个投资朋友 来QR Code赶快赶忙一下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预言明天主力标股 全新进场的一个好机会 如果你认同大兄的一个操作理念跟做法 我常说赚大钱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 永远是少数人的一个福利 唯有领先才能够帮你创造真正的活力 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的一个时间 我们怎样领先市场 帮我们的一个家族成员 一档接着一档开心大转上来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么下一档底部起场主力标股 想要跟着大兄 一起来锁定的投资朋友 也欢迎子民 请唯一子民加入大兄 操盘团队 我可以告诉大家 第四季精彩好气才刚刚开始 迈向富足的一个人生 就从现在开始 想要跟着大兄 一起同步掌握的一个好朋友 你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超能力360的一个计划 破断加短线双管的一个旗下 让你可以开心数钞票 你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大兄保证用最低的门槛 让你所有的一个愿望一次满足 就今天啊 你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我会特别特别给大家 一个超值的一个大药会 绝无尽有理由优惠 到底有多大优惠 你把这个电话 给他拨动就对了 那么如果说你想要 掌握明天 全新底部起场主力标股 高利第二的投资朋友 来第一个 你直接打电话进来 做预约报名的动作 那第二个就是加入 标股新天地 那应得或特别给 你可以透过那应得 直接私讯给大师兄 在明天盘中 大师兄第一时间 带你来怎么样 带你来锁定 想办法 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 加入标股新天地 给那应得或特别给 还没加入投资朋友 QR Code赶快赶快赶快一下 只要成为大兄的好朋友 好事就是会发生 或是直接 拨打这个电话进来 跟我们现场旅专人员 来做一个 洽询预约的一个动作 0223219933 022329933 我们明天同学先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 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